昨天晚上的這場演唱會呢 這是前身是台北公專的北科大 慶祝100年的校慶 舉辦的演唱會 請來的是傑出校友 搖滾小子哈琳 來當表演嘉賓 幽默的哈琳呢 還自爆說 他自己是念了10年書才畢業 有趣的是呢 原來哈琳跟現在北科大的校長 還是同一屆的校友 直到20年之後才想人 搖滾小子哈琳 在母校北科大熱情開唱 慶祝100年校慶 我請把愛情的我 和你們 殺我 又不要我 以前啊 是 又只有這麼多學妹啊 做我會念得比較開心 開心一點 身為學長的哈琳 不忘逗逗學妹 緊接著再來首情歌 一起來 我自己會愛上你 不敢讓自己考得太近 畢業20多年的哈琳 從返校園 很high 有演藝圈模範生支撐的他 還自爆學生時代秘密 七...六年入學 我畢業那年 是 1986年 十年的時間啊 哇 難怪這麼優秀是不是 你們的歡呼是什麼意思啊 哈琳又搞笑又演唱 給學弟學妹一個難忘的 孝慶時光 那些痛的記憶 我在存在你處理 中間新聞黃建一 台北報導